然后不想谈个恋爱吗 啊 嗯 不然 q 到这里了 你那个 就毛毛平时自己也不做饭 几乎不做 其实我在家也是一个人 就是对 你一个人买菜都不好买 你买一个 比方说西兰花 你得吃好长时间都吃这个西兰花 哇 挺诱人的 嗯 走 吃饭 太丰盛了 哎呀挺香的 嗯 咸吗 不咸 好 很香 这样 给孟哥吃吐了都 更年吃吧 连续一个礼拜 我给他整这个 那是得吐 那你 我爱吃 我我真是这吃这个 吃不够 我一蘸面就要了我狗命 太香了 有百事吗 马老师 我很难 你要啥味的 我要百事太气系列的桂花味 尝尝 都尝尝 他们每到秋天就出桂花味 哦 它符合季节 嗯 得香 干杯 干杯 这一口下去 我满嘴气泡 完了还满口桂花香 秋天的味道啊 一喝这个桂花味的就感觉 秋天来了 我平时有时候给朋友做饭的时候 朋友要说说个什么 嗯 没完整这个 葱油面弄咸了 心里挺难受的 确实是 甚至都不用说咸了 就没有表现出非常爱吃都不行 就完了 对 没有在端上来的第一下发出哇 那都受伤 哦 那倒不至于 那倒不至于 你和和的朋友是要哇的 嗯 然后跑过血 对啊 夸啊 哎呦真好吃 太会做了 哇 绝了绝了 还要鼓励的 我也给别人做过饭 然后我那时候还不那么会做饭 然后我还特意跟了一个我特别会做饭的朋友在这连线 他一步也不教我 说一共要做几个菜 就是先备菜备哪个 他都是按部教我的 我就费劲把力做 那些菜都不好做 都不是那种说一个步骤就能做出来的菜 做完上桌呢 吃一吃 没有反应 那完了 哦 没有反应 我说 我说怎么样 啊 挺好的 还行 还行 那完了 还不是一个人 是不是实际上就有这么难吃 不难吃我就尝了 你找了自身的一个人 有可能真难吃 他们已经尽力了 这不可能 有可能真难吃 我都尝了 顶多可能说是为了说凑两个菜一起上去 你要真是真是情感 那句话 人早骂出来了 能多难吃呢 咱们就说能多难吃 这可能就是正常 正常你不 我头一回做饭 那他们确实是没鼓励 而且我自己在那忙活 就是费劲巴拉跟人做出来 挑肥减兽的 我感觉这帮人也是没娶过家好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会愿意去别人家吃饭吗 我去丙哥家蹭饭 他家是不是常年都有人在做饭 对 那说孩子 因为俩孩子 丙嫂 丙哥 一个阿姨 她本身就是一天两份饭 那可以点菜吗 那可以点菜吗 哦 就是我去了以后 丙哥 下单我想吃红肉 行兄弟 我给你买去 比如说那个 谁送点螃蟹 快来吧 送了我食指螃蟹 快来快来快来 上家里买 丙哥家有时候你买点东西 然后到他家 然后让他做 可以 特别也可以 这种挺好 离得近 对 对 我最近我就觉得螃蟹下来这个事特别好 就螃蟹下来了这件事 就给了很多平时不怎么一起聚的亲戚朋友一个理由 我们咱们在一起吃螃蟹 我看丙哥加倍是吧 而且你都感觉就是虽然大家现在生活条件都变好了 但对螃蟹这个事还一直永远当一个好东西 因为螃蟹它是分季 很珍贵 对 分季节 过季就没了 我爱吃螃蟹 我这基本上就想一年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中国人会因为某个食材正当季而欢聚一桃 真是 别的国家没有 不是一个节日 不是任何的纪念日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快乐 就是纯吃螃蟹 纯就是因为螃蟹好了 独属中国人的浪漫 真的是 多纯粹的一种聚会 对 你螃蟹它纯是为了吃来的 嗯 你说你过节 你还有的时候还有一种 过节了 大家一起吃个饭 什么这节还过节 纪念日 什么呀 什么纪念日呀 谈恋爱纪念日 对吧 我见过的朋友 认识一周年纪念日 真的吗 真有 他俩是朋友一周年吗 朋友一周年 不能是地下恋情吗 不知道 他怎么会记得他 就是俩人出去喝酒了 那天我说一会干嘛去 他说这俩人吃饭去 这吃什么饭呀 我们俩认识一周年 去年在组里认识的 他俩没事谁 我肯定不信 肯定的 就是你们有这种朋友吗 没有 本来是这样 我想说我也有这样的朋友 但我没有这种一男一女 单独纪念朋友一周年的 你竟然不想谈个恋爱吗 啊 嗯 不然Q到这里了 你那个 嗯 啥意思 你说你夜去旅游 啊 是啊 是啊 就是一个人呢 这么惨了吗 不是 我去劲儿 你现在对外是一个单身状态吗 对啊 现在就是一个单身状态啊 职责呢 是单身状态啊 这啥小子是谁啊 大家都说有 这感情的事谁能说出来 我问了 他也不爱说 再哭咯 别问了 就是来来哭 你自己不谈恋爱 我感觉 就是我弄不好 这不会经营 你怎么不会经营法呢 就觉得自己不太成熟吧 挺成熟啊 就是互相的一个陪伴吧 我们的情况下 明天干嘛去啊 后天干嘛去啊 或者是这个 每天要说我爱你啊 我要想 我想你啊 也不必 怎么你是说不出口爱的 不是 我就我自己我想 我想说我爱你 没那么爱 爱我爱你吗 我不想你啊 你没就没愿意跟他贼喜欢的 没碰过那个 就想跟他在一起的 没有 天天想见他 没有 没有 那老朋友看谁朋友圈啥的 微博 朋友圈 朋友圈就那么几个 你朋友圈就那几个女的 对 要么就是 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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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分手大师是咋回事啊 人家老 我呀 我不会劝人 你知道吗 那就别人 要分手 你就劝 也不是劝分 他说半天 我也不知道从哪下嘴 你就是这 感情这方面 你要能忍 你就忍 忍不了就分呗 就看你 是什么呢 对啊 我觉得男的很难在这方面 做出什么好的安慰 我有个朋友 就是他从男朋友的 就是这哥们儿这种关系 都会得到一些错误的咨询 就是因为男孩今天他不会聊得特别 就是我特别想娶他 我离不开他 不承认 男都不承认 对 人家就问 你跟他咋样了 还行 错过 错过吧 慢慢来 对 完了 那个他哥们就告诉我那个女生朋友 他你要不要问问他 他好像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然后 有一个朋友说 不行 我要结婚 我们就吃饭 吃饭 让我问 然后我就在那 我就说 我说咋样了 那女孩还没在 我说咋样 他说 这是要结婚 我就想说 这个信息其实中间传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 但现在这个单身这个情况 我也不困扰你 不困扰 他多高兴啊 自己独居 但有时候也想着 如果俩人出去是不是 是不是呢 更开心一点 更有动力一点 但是 也会更麻烦一点 我有朋友就是因为出国玩那么一圈回来分手 好多事 好多事 就太麻烦了 旅游特别考验人 对 互相埋怨 订机票 制定计划 然后查攻略 就我干那么多你就躺着 还不满意呢 还不满意 对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 我也太烦了 当时就炸 所以我也是刚学会这个不表露出来一种不耐烦 或者是这个不喜欢这种东西 对 因为我之前那个 女朋友 为什么我出去迪士尼夜什么的 这种地方太考验人了 为什么要来这儿 为什么好热 你 对 那完了 那你完了 完了 完了 现在想想 真该死 就是 哎呀 这个嘴呀 真的 这个嘴呀 就这样真不行 就是所以说我感觉我长过大似的 就是这方面我不会经营 不会经营自己的情绪和表达 这不就会了吗 一点点 是一线长一智了 一点点不就会了吗 找男人一定找秉哥那样 秉哥说就是中秋节带俩孩子 跟我说你嫂子就拿一伞 我推着小车 然后这还得抱一个 他咋玩着他那小孩 不玩啊 不玩啊 就溜达呀 嫂子玩 嫂子玩 对呀 他带孩子 跟这儿等着我 假的 哎呀 又啊 这婚姻真不错呀 比特就吓成孩子呗 你看着这种幸福家庭的时候 又对这个 有一些向往 产生一些向往 向往 我向往推孩子 我感觉你甚至有点向往 你刚才都 望着远方出神了 我怎么 我这心 不是 想着谁 嗯 想呀想出神 哎呀 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是怎样 我也想找一个人去关球营城 你自己玩吧 你老公在这边看孩子 看孩子